好 来咱来看一下 咱今天的这个重要内容 函数 那说到函数 首先来看 函数 大家都学过是吧 没学过函数 函数 来来来 小学数学里面学没学过函数 没有 那是初中数学对吧 没上数学 不可能没上 初中就没上 没上那我跟你说 我当你的数学老师 来 这个函数分成两个层面的函数 一个是咱数学意义层面的函数 另一个是咱编程语言层面的函数 那你来看数学意义层面定义的函数是什么呢 来这个东西 我就直接跟你说 数学意义定义的函数 就这种呢 Y等于个 2乘以 X加1 这就是一个数学意义上的函数 怎么解释呢 X叫做这个 这个叫什么 叫自变量 对不对 Y叫做因变量 好 这笑是吧 这小是初中数学 你看哈 这个等式就叫做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怎么用呢 你是不是随着这个X传一个值 Y是不是会得到一个特定的值 是这意思吧 也就是说为什么Y叫做 为什么这个Y叫做因变量 X叫做自变量呢 因为X是不是自己在不断在改变呢 对不对 Y呢会根据X的摆电 会因为X的变化 然后得出一个值来 而且这个值是不是只要X一定 Y值一定是一个固定的值 是这意思吧 是要X等于3 你看 Y等于几 等于3加1等于4 2乘4等于8 你不听啊 你这样啊 来 你用玩的很溜啊 来2乘以30等于6 6加1等于7 Y是不是等于7啊 为什么要先转乘法 为什么要先转乘法 这个你要这个你要再不会 你就被开除了啊 这个就叫这个东西啊 那它有什么特点呢 下次我再传一个值 叫X等于3 Y等于几 Y是不是永远等于7 是这意思吧 这就是数学层面 这个函数的一个定义啊 这就是它 然后编程语言当中 也有一个函数 只不过这个函数啊 怎么样去定义呢 看 Python当中 怎么样去定义一个函数呢 DF F作为关键字 Test是函数名 然后小括号里面写这个X 这个X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是不是就是咱们的音变量 这个叫做只不过在编程语言当中 称之为参数 称之为参数啊 那下面这一堆东西代表什么 这个先说这个 这个代表你这个函数的这个注视 注视 你注意了哈 函数 你写一个函数都是为了干什么用的 是调用 你写一个函数实际上都是为了完成某一个特定的功能 是这意思吧 你看你Y等于2X加1 这是不是完成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啊 比方说比方说比方说我这么说啊 就是算你的那个那个那个算什么东西 算什么 算机 算机数有没有那实际的例子啊 我说能不能有跟现实当中挂钩的例子 工资啊 就是放水管那个永远都放不了水管 比方说需要三个小时就满水 两个小时就满水 太难了 太难了 一点都不简单 来 这个这个比方 这就是为了完成一个什么事啊 是不是比方说就是就是乘一二 加一的一个操作 对不对 对吧 也就是说函数 咱举不出特定的例子 那我就直接给你解释 函数都是为了来完成某一个特定的功能 而存在的 能懂吗 所以说在函数下面还没有开始写代码之前 先要写一段注释 注释的意思就是用来解释 这个函数到底用来干什么用的 最好写 能懂吗 这就写 写这个就是证明你是 到底是正规军还是野路子的一个 一个一个标志 这个写完了以后后面再来接手你的代码的人 是不是一目了然呢 最好写以后写都写上啊 好然后 下面再来一个这个 X加等于1或者一长串你写的那个 Fall循环 Wall循环 F判断 你学的各种各样代码是不是全写往这个位置写啊 但是写一堆代码 最终是不是都了都为了是不是要完成一件事 懂懂吧 注意函数都是为了完成某一个特定功能的 所以说下面我写了一个S加等于1就是为了来模拟 用来形成就是为了来模拟什么一个特定的功能 什么特定的功能啊 输入一个X把X的值是不是加1 对不对 就模拟了要完成一件这么样的事啊 那这就这个叫做代码块 代码块啊 代码块可以有N行 可以有N行啊 可以有有有有有很多很多行 但是不要不要写了过度啊 这个写函数一定要非常的简洁啊 然后这个后面会说 后面讲到讲到的时候再说啊 这个N不是说无穷不尽啊 你不能说写一个函数你有两万行 不能这么办啊 不能这么办啊 那还说就失去了特定意义 还说一定要是要来实现特定的功能 然后最后这个returnX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返回一个结果 返回一个结果就相当于什么东西呢 相当于返回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是谁 Y啊 就相当于他 就相当于他啊 这是不是就是在编程语言当中 还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存在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地方有人可能会问 为什么要有return呢 为什么要有return呢 没有是不是也行啊 但是就是就是就是 如果要符合咱函数的定义的话 一定最好写上 因为函数的定义是干什么呀 是的为了完成某一个特定功能 是这意思吧 那完成某一个特定功能 最后是不是一定要给人一个结果啊 人是不是要知道你最终 做了哪件事就是 处理的结果是什么 你是不是要给人返回一下 是 就这意思 要加上一个return啊 在这个位置 returnx returnx就把x计算的值 发挥了 这就是python当中定义什么一个 还说 好 那来简单来给大家写一个啊 就写这个 y等于rx 就他怕来 来def我写一个这个tess的 然后这里面是不是传入一个x啊 那我要写上上面这个 这种形式 2乘以x加1 那应该怎么算呢 那其实写一个y 是不是也可以 就直接写一个什么 y等于一个2乘以x加1 然后最后怎么办 return谁 是不是y啊 或者说你 你直接什么前面复制给任何一个值 是不是都可以 对不对 你看这个位置 我就没有写这个注释啊 最好加上注释 想什么呢 你看你这么写 它是不是还 还来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不是代表参数啊 代表返回值 这个点你可以写 x代表什么意思呢 可以这样写上注释 x代表什么 代表的是 整形 传入整形 可不可以啊 整形数字 可以吧 可以 然后下面这个return代表返回值 对不对 返回 计算结果 写一个详细的这么一个注释 摆在这放着 你看你这个函数的可读性 是不是就非常强了 对不对 这上面再写一个整体的功能 整体的功能是什么呢 这个点我也没啥好写的 就是2乘以x加1 就为了完成这么一件事 对不对 就为了完成这么一件事啊 就就是 就这么写 fuck这个输入方 结果啊 最后是不是return y 对不对 那好 那再写完了以后 咱怎么样来 用它呢 test代表什么 寒说明 寒说明 我先给你打印一下啊 你看一下 past 来看一下 打印出是一个什么东西来 这个啥玩儿 这是一个内存地址 这是寒说的一个内存地址 后面会说 我会详细说这个东西 给大家你知道 这是寒说的内存地址 然后有了这个内存地址以后 怎么样来运行test呢 小括号 就代表执行 这里面的内容了 这个寒说里面的内容 能懂吗 好 但是现在你直接执行 你看 为什么 说报算 说什么 少了一个要求的什么位置变量 对不对 对不对 小了一个参数 你是不是人这个位置写的S 你是不是就要给人传一个X进去 对不对 那我传一个传进去 传什么 传一个3 那最后得了值 我操 怎么没有值 什么呀 你是不是只是在这个位置做了一个return呢 return是不是返回 返回你是不是得有个人在这接着 谁来接着这个值 能够接收值的只有谁能接收值 是不是只有变量 对不对 只有变量能接受一个具体的数据类型 所以说我在这个位置来一个 喂 可不可以 可以吧 是不是叫什么名都可以啊 ABC什么都可以啊 自己随便起 然后这时候我再打印一下这个A 那最后这就是它的计算结果 是不是就是7了 没问题吧 好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函数 然后 来可以带参数也可以不带参数 什么意思呢 什么就 什么时候可以不带参数 什么时候可以不用参数 你看你这个地方 你这个地方写了一个参数 你是不是就一定要给人传 如果我这个函数啊 我这么写啊 我在里面定义 我在里面直接写死了 x等于3 那这是相当于什么意思啊 我还是别在上别在上面给你写啊 我这样再拷贝一个 你看我再写一个我在这里面写死了 直接写x等于3 那这时候运行怎么运行啊 tys的 是什么 我先注视掉 先注视掉 先注视掉 你再看啊 好 现在是不是剩它了 来 我想运行它怎么运行 运行还说注意了 就是还说明加上小括号就代表运行 能懂吗 然后这个位置来加上小括号就运行 来用不用给它传参数 为什么不用 因为你这个还说在定义的时候 是不是就没有定义参数 是这意思吧 所以说你在运行的时候 你看你直接运行 没有结管啊 没有结管没问题怎么办 找个人是不是接着它的结管 A等于它 然后print A 打印出来 是不是得7啊 是这意思吧 那你这时候有人 我说我就想传就想传 就想传就想传就报错 是这意思吧 人说什么零个位置变量 但是一个给了 就说人根本不需要位置变量 零个嘛 但是你给了人一个 是这意思吧 就这种情况 好 这是这个 还说 然后这个地方我写了一点补充 这个补充啊 先跟大家提一嘴啊 嗯 好像提不提 不提了 不提了啊 到时候讲到一个叫做 韩硕士编程 再跟大家回过头来讲一讲 到底什么叫韩硕士编程啊 好 接着往下看 大家往下看啊 咱刚才是讲了一种两种 这个这个这个 呃 两种类型的这个 韩硕士有点 数学意义的是怎么一回事 编程语言Python当中 是怎么一回事 对吧 好 这个我先保存一下啊 我先保存一下啊 好